我要告诉大家 我喜欢时间 我爱台湾 一句我爱台湾 让全场响起如雷掌声 他是时间大学的毕业生 也是我国友邦士瓦地尼王子班克西 穿上毕业袍戴上学士帽 班克西用流利的中英文代表致词 我是来自 斯瓦地尼王国的班克西 请代表所有国际学生 感谢时间的老师 为我们的学习 尽心尽力的付出 这场毕业典礼关盖云集 斯瓦地尼王国国王恩斯瓦第三世 来台进行国事访问 也在副总统陈建仁 及外交部长吴钊燮的陪同下出席典礼 并且获班时间大学名誉博士 我愿意证明这些人 这些人在这里 那些国家的斯瓦地尼王 会为台湾有良好的朋友 但他仍然成為全球的勢力 在世界上的情況下 副總統陳建仁致詞 善讚史瓦地尼王國 是我國忠實的盟友 在國際場合為我國發聲 積極鞏固兩國建交50年的邦誼 我們雙方的關係 不僅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在我們爭取參加國際組織 像是世界衛生組織 或者是ICAO UNFCC這些國際組織的時候 恩史瓦地 三世國王陛下 還有他的內閣官員 經常在國際場合為台灣仗義之言 是我們最好的後盾 班克希主修企業管理也學習中文 畢業後選擇繼續攻讀碩士 並參與銀行實習 班克希的弟弟也將跟隨哥哥的腳步 申請來胎就讀時間大學